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电话铃声戛然而止 他只好把号码拨了回去 在调查室内 九木的电话铃声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他匆匆跑出去接了电话 听到是林子的声音 九木喜笑颜开 他告诉林子 晚上与一个朋友有约 小酒馆里和九木一起喝酒的是好友胡子哥 同样人到中年 胡子哥表示想找个情人 就像娇小的凯叔太太一样 九木有点懵 胡子哥解释道 凯叔太太就是林子 原来九木在文化中心教写作时 胡子哥向他介绍过书法老师林子 林子喜欢写端正的凯叔 所以被叫做凯叔太太 胡子哥不知道的是 他心心念念的林子和九木早已成为了地下情人 在林子家中 丈夫是位不苟言笑的医生 冷峻毫无温情 林子说要和几个朋友外出旅行 丈夫丝毫不当回事 这样的婚姻让林子感到分外压抑 在九木家 妻子外出归来 看到九木在收拾衣物 不免有些疑惑 九木解释说 由于工作需要去东京一趟 妻子若有所知 附和了一声便不再说什么了 看着妻子离去 九木长舒一口气 车站内 林子终于等来了九木 两人都成功从家里脱身而出 九木迫不及待地拉起林子的手 林子娇羞地看着他 火车上两人甜蜜地相互喂食 晚上看了能聚后 两人相拥而返 进入房间 林子不再拘束 与九木热烈地稳在一起 两个孤寂的灵魂 像是深夜里的两把火融在了一起 事后 九木靠在床头点起了烟 林子坦然 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感觉 他似乎深陷了进去 不可自拔 而林子给予的温情 更是抵消了九木工作失意 带来的压力 次日 返程的车站里 九木提议送林子回家 林子感到十分意外 他笑笑表示了拒绝 列车到站缓缓停下 林子很不舍地走进车厢 含情默默地与九木分别 在车门即将关闭的一刹那 九木冲进了车厢 林子坚惊讶又开心 他不免娇羞地低下了头 车厢内的爱意更浓烈了些 九木回到家 女儿问他是否也去东京出差了 他顾不作声 而是拿出一盒特产递给女儿 妻子似乎知道了什么 只是随口吐槽了一下 但女儿并未察觉母亲的异样 不久后的一天 妻子正在家中忙着做设计 九木拎着包再次来做磁行 对于他外出的借口 妻子像没听到一样并不吱声 九木有些扫兴地离开了家 晚上 九木来到了书法颁奖活动 林子的获奖作品悦然在目 他远远地站着 看着林子与参会者们互之问候 胡子哥也出席了今晚的活动 他同样为靓丽的林子所吸引 林子介绍同学美都里给大家认识 胡子哥想让大家一起出去喝一杯 九木找了借口脱身而出 一旁的林子心领神会 九木独自在酒吧等待 不多久 林子赶了过来 他将包留给了九木 便匆匆去了洗手间 九木拎着包走至酒吧门口 正遇上胡子哥带着林子同学前来喝酒 九木尴尬得不知所措 林子从洗手间出来看到了一行人 他临危不乱 缓缓扫失一周 声称在等一个重要的人见面 但九木手中的包却出卖了他 悉心的林子同学发现了这个秘密 九木无奈地离开了酒吧 但林子却不便脱身了 九木闷闷不乐地回到了酒店 靠在沙发上睡着了 恍惚之中 他想起了与林子的初次相遇 那是在美术馆内 他正在观摩化作 却被林子优雅的身影所吸引 当林子转过身的那一刹那 九木为之一阵 他顾不得观摩化作 而是悄悄跟上林子 欣赏着林子的一举一动 直到林子走出美术馆 天降大雨 九木趁机拿出伞上前搭讪 可这把小伞 在他手中却怎么也打不开 林子看着笨拙的九木 忍不住笑了起来 好不容易撑起了伞 九木小心翼翼地为林子遮着雨 两人一同走进了雨帘中 酒店房间里 林子换衣服的声音吵醒了九木 他睁眼一看是林子 兴奋地起身奔了过去 两人紧紧相拥 度过美好的一晚 同学来林子家做客 问起林子对九木的感觉 面对突如其来的问询 林子一时语色 他和九木的地下恋情 还是被人发现了 不过同学不但没有讥笑他 反而羡慕起林子 还有这样的恋爱关系 吃茶店里 水口总编向九木吐槽 他即将重蹈九木的覆辙 被降职下调到分社工作 九木正于安慰水口 但被电话铃声打断 打来电话的是胡子哥 胡子哥从林子同学那里 得知了九木的地下恋情 胡子哥告诉他 林子要求从兼职讲师 变为全职讲师 可能是因为缺钱 除了吃茶店 九木赶忙给林子家打电话 不料电话里 却传出他丈夫的声音 九木赶紧断掉电话 他始终联系不上林子 心急如焚 晚上在与同事们吃饭期间 九木终于等来了林子的电话 原来林子的父亲 突发心脏病去世 他赶着回去奔丧 九木安慰着林子 同时也放下了不安的心 他提出要见林子 哪怕是二十分钟也行 即便林子没有同意今晚见面 九木还是来到了林子附近的酒店 他一边收拾房间 一边想象林子匆匆赶来的画面 他坚信林子肯定会为自己而来 闻铃响起 林子果然赶了过来 九木把林子懒入怀中 竟然又想把林子拉到床边 但林子抗拒着哀求不要这样 九木捧起林子的脸 他想知道林子有什么难言之隐 不料林子却哭了起来 原来他找工作只是为了想见九木 这样更容易找借口离开那个冰冷的家 九木为自己的愚笨感到可笑 他不顾一切吻向林子 林子几经挣扎还是从了九木 林子回到家已是深夜 母亲夸奖着女婿为丧礼帮了不少忙 他嘱咐林子应该珍惜丈夫才是 尽管今晚是守灵之夜 可林子想的却是和九木温存的画面 次日凌晨 林子迎候医生丈夫夜班归来 丈夫心事重重一言不发 拉着林子来到卧室 他解开林子的衣扣 林子却立即扣上扣子 丈夫用力把林子按倒想要亲吻他 林子十分抗拒 用力推开了丈夫起身跑了出去 现在除了九木 林子已然无法再同其他人发生亲密关系 新的一年 九木家里 一家人在边吃饭边闲聊着 唯独九木借口忙工作准备外出 妻子对此习以为常 女儿郑重其事地告诫他要对母亲好一点 九木愣了一下 不知如何作答 妻子及时上前抱住他 念叨着九木对自己很好 虽然眼睛里透露着委屈 可妻子还是希望女儿看到 他和九木深爱的 只是九木木讷地站着 不但对妻子的拥抱没有任何表示 而且已经尴尬的语色了 女儿这才惊讶地发现 父母之间竟然出了问题 九木带着林子来到一间公寓 为了更方便和林子见面 他把这公寓租了下来 两人终于拥有了安定温暖的小家 九木开始向小家置办着家具和食材 林子在家准备起简单的饭菜 两人的雨水之欢也更随意起来 林子回到自己家 丈夫很平静地告诉他 他知道林子和九木的所作所为 还把一份调查报告拿了出来 原来丈夫找了私人侦探 掌握了林子出轨的证据 但是作为对林子的惩罚 他是不会离婚的 林子似乎也早知道这一天要来 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 在九木与林子的小家里 九木翻看着调查报告 他苦笑地认为 这就像本回忆录一样 林子却极其认真地与他探讨 爱上自己喜欢的人是很正常的事 但是结婚后就只能爱丈夫 否则就是放荡 但人的感情总是会变 逼迫自己与不爱的人相处 那才会伤害对方 林子含着泪问九木 他发自内心深爱着九木 难道只能被人称为放荡吗 九木疼爱地看着林子 他爱林子又正经又放荡 又努力认真的样子 他就是爱一争一邪的林子 林子泼提微笑 但泪水仍挂在脸上 九木家里 妻子终于等到了晚归的九木 他正开口解释 但妻子打断了他 妻子问他为何不离婚 这样他会自在一些 九木有些吃惊 盯着妻子无法回答 他从妻子的眼睛里 感觉到他知晓了所有事 自知理亏 他不由地移开了视线 妻子很平静地告知 他要记得今天的话 工作间隙 九木和女儿走在一起 女儿知道了父母的事 问他怎么办 九木哑口无言 女儿说起了母亲之前的 隐忍与坚强 以及现在的要强与认真 九木知道已无法挽回 他不确定妻子 是否真想一个人生活 可怜的九木 还不如女儿了解妻子 女儿知道 母亲会很要强地一个人过 他希望九木能尽力帮助母亲 长久游离于家庭之外 九木这才发现 女儿真的长大了 成熟稳重到 让他这个父亲愧疚的无地自容 虽然九木与林子的感情 都被家人所知 可两人依然你来我往 你情我浓 直到不久后 一封举报信 摆上了出版社高管的办公桌 信中举报九木勾引林子 为此高管决定 把九木下掉到分社去工作 九木回到办公室 发现自己的事 早已在公司内传开 之前还和和气气的同事们 现在都不敢正眼看他 真是人走茶凉 九木回到家 桌子上放着 妻子签过字的离婚申请书 她的心情糟糕到极点 在林子家中 母亲发现了 她夜不归宿的情况 面对母亲的质疑 林子向母亲承认 自己在外有了爱人 母亲生气地说 自己生了一个放荡的女儿 放荡二字 像真一样刺痛了林子 她不惜顶撞母亲 为自己辩解 结果却重重挨了母亲一耳光 连最亲近的人 也不愿意多理解自己一些 林子被家人抛弃了 医院里 九木来看望水口总编 水口被公司降职后 又被查出得了癌症 在九木眼中 水口是比自己工作 更勤奋的人 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 水口后悔 自己没像九木一样洒脱 人终归要死 不如做自己想做的事 九木凝望着虚弱的水口 眼角泛出一丝泪光 九木与林子回到两人的小家 两个身心疲惫的人 诉说着各自悲惨的惊况 失去了一切的林子 发现九木也因为自己被降职 林子劝她干脆辞掉工作 九木望着林子沉默了许久 接受了建议 参加了水口总编的葬礼后 九木和胡子哥一起吃饭 胡子哥建议她来文化中心讲课 九木没有吱声 胡子哥羡慕九木的婚外恋 可还是劝谐她 如果走错一步 便会失去工作和家庭 九木默不作声 此时的她 正在舍弃旁人眼中最重要的东西 第二天 九木正式递交了辞呈 辞去了工作 晚上九木与林子躺在一起 林子觉得自己能和九木在一起 感到很幸福 但不知道这样的幸福 能否永远不变 九木说起 她曾经接触过一个作家 写了一部描写迅情的小说 迅情的方法是两人结合以后一起死 若要一起死 最好的方法就是同时服药 死后人体僵直 两人的身体就不能分开了 林子听完后没有任何差异 她觉得能和九木一起死 就不再害怕了 九木把她揽在怀中 准备再来一次欢爱 林子希望能够永远这样做下去 九木回到了家 妻子告诉她 离婚的事情已经委托律师来办 女儿感觉到她现在身份的就像陌生人 妻子为她准备了春装 她感到一丝温暖 可她此刻去意已决 此次回来 只是为了绝别前的最后留念 她含泪同妻子女儿告别 女儿上前拉着她不让走 可妻子一把抱住女儿 强行松开了女儿的手 九木痛苦着逃离了这个家 列车上 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 九木与林子一同闭眼坐着 像是同往日作别 晚上 两人吃过了最后的晚餐 面对面贴身而坐 九木问林子后悔吗 林子表示不后悔 窗外大雪纷飞 两人一同饮下了毒酒 进行最后一次温存后 两人亲密无间地结合在一起 没有任何人再可以把他们分开 到这里电影就结束了 九木与林子的恋情结局让人惋惜 但在道德的约束下 两个各自丧失生活重心的人 只剩下也只拥有彼此 被现实击倒后 两人最终选择了以死来实现长相厮守 也许在别人眼中 故事本可以有更好的结局 但也许这就是真正的生活 是九木与林子们所选择的生活吧 我是蛋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